港式腸粉大家就試得多了 潮式腸粉你有試過嗎 最近在觀台有個新喜之秀 剛剛開業沒來 專賣這些潮式腸粉 即是茶味腸 一起試試 觀台那裡好像在那邊 剛才在鳳鳴石磨腸粉 因為它只有納食 只有兩三個位置 免得阻礙人做生意 我們直接在情人節 今天是2月14日情人節 買來公園吃 跟阿爸一起吃 以前有很多大排檔 或者街市應該經常都吃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最簡單的雞蛋腸粉 它有很多名字 有潮式腸粉、潮州腸粉、雞蛋腸粉 巢皮腸粉 我平時就叫它巢皮腸粉 我們第一個要試的就是 這個最基本的味道 雞蛋 這裏的腸粉是很滑嫩 米香也很足夠的 吃起來很有回憶 我以前小時候吃這些腸粉 加雞蛋那時是過半 加過半就可以加雞蛋 那時覺得自己是土豪 它跟港式不同 茶味腸粉會很掛醬油汁 還有它們的豉油通常會自己再調製 通常會用蒜頭 或者一些辣椒去做 其實吃炒皮腸粉 最好就是吃的原味 和加雞蛋 這樣才是最突出它的米香 和它的豉油味 這裏的雞蛋腸粉 是做到它有的米香 和豉油香 是很棒的 我覺得這個性價比非常之高 這間店舖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黑米和紅米 黑米和紅米的炒皮腸粉 我還未試過的 我們現在試一試 黑米我們選擇的 雞蛋豬肉腸 它有些豬肉碎 和剛才的相比 它跟我們原本吃的白色那種感覺 米味更加強 但它有一點接近糯米那種感覺 很重的米香味 如果你吃黑米這款 就可以嘗試加多些不同的配料 因為米味比較重 你加多些配料都不會搶了米味 如果你吃白色那種 我就建議你最原始的雞蛋腸粉 或者只搶就很好吃 就不用加東西的 黑米也挺特別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紅米 紅米只加了蝦米 沒有加其他東西的 我們吃過最原始的味道 一個就是黑米很厲害的米香味 再吃吃這個紅米 就感覺它夾在中間 即是不想不下 即是如果你說順次選最好吃的 就是一二三 如果你是未試過潮州腸粉 雞蛋腸粉 試這個而已 很棒 觀塘現在也有一間 真是OK的炒皮腸粉 Good 剛剛我們三款腸粉 一共只是66元 底度辣 CP值得非常之高 如果你未試過潮州腸粉 真的很建議你試完美的雞蛋腸粉 如果你喜歡口味比較重 偏鹹的就是黑米 的豬肉腸 也是非常好的 很好吃 未試一定要試 一定要試 一定要試